黄红兄 一个刘天津 一个回唐山 我想劝男生回唐山 除了以爱情之名 可以作为理由 我认为其他似乎找不出理由 可以劝他回唐山 我恰恰看到的 是这一个年轻人的激情 和他敢于面对已知的压力 去挑战自我 就留在天津 我打拼 我来锤炼自己 他也知道 可能在漫长的时期 他在天津要出房 但是他一定坚定的相信 凭自己的努力 迟早天津的万家灯火 有一盏是属于他的 这样年轻人的梦想激情 从我个人而言 我为你点赞 我积极地鼓励你 我认为爱情发展 之间不是一个选择体 它是一个融合体 一个综合体 千万不要当选择体选 你记住 谢谢波红兄 大大老师 21岁你们的选择太多了 现在我觉得有点太着急了 真的太着急了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你俩真没必要往一个城市凑 你也不用让他来天津 你也不用让他回唐山的 你们俩不要这样 因为你们俩生活目标不同 奋斗理想的目标不同 所以凑到一起干吗呢 强迫另外一方 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最后到头来 你能为他的人生买单吗 当情侣之间发生 谁要和谁去另外一个城市 就是追随谁 离开自己的家乡 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奋斗和打拼的时候 大家都会出现矛盾 但是这个事 它是强迫不来的 不愿意妥协去你的城市陪你 不代表我不爱你 但是不爱 往往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因为那个人 他会自以为自己是对方心中的全世界 他会自以为我在你的世界当中 任何事情都不及我重要 当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你居然可以为了一个工作 为了你的理想 就把我抛下的时候 就开始如坐针毡了 所以不要强迫 都做好自己眼下该做的事情 想留唐山的留唐山 想在天津打拼的就在天津打拼 如果爱还在的话 早晚有一天会走到一起的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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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